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着小刘父母准备的那一大包衣物 我们能感受到两位老人家对孩子和媳妇的用心 但是小刘以母亲的一时计划 也跟着赌气的做法确实不够成熟 她没想到母亲最后会因没能来看孩子 而把气全部撒在媳妇身上 并说出让他们搬出去的狠话 妻子出院后 他们真的从父母买的房子里面搬了出去 但是这事根本就没完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妥协对骂大战 七天出院之后 人让我搬出去呢 我就东西没搬 但是我人走了 我就到她姐那儿一个小屋子里面坐月子 当天晚上 我手机就调的静音啊震动都关了 我也累了好多天了 就睡着了 等我一觉起来的时候 已经九点了 我一开手机 我们先给我打了十四个电话 我正要回过去呢 就我们那边接到派出所 给我打电话过来 说我母亲进不去屋里 让我赶紧回去 我跟我母亲打个电话过去之后 人家就骂我说 家里成什么样了 什么样了 我以为家里进贼了 我就打了个车赶紧回去 我进门之后 人家拿着两把菜刀在等我 满地摔的东西 只要跟我跟我媳妇有关的 我老街坑这摔的玻璃一地 是你妈妈还是你爸爸 我妈妈骂我 然后人半夜就走了 走的时候把我锁屋里了 后来我就一个人出去了 我什么东西都没拿 然后我媳妇就在她姐家 坐了一个月子 就回娘家了 也没有回这边 那你跟你母亲 她天天发短信 打电话骂我 刚开始骂人家母亲 后来又发短信骂我媳妇 就说你说要离婚呢 什么的 你咋不走 你死去赖赖 插着我儿子 天天骂 天天骂 后来有一次 我媳妇忍不住了 把嘴了 就两个人互相骂 我母亲就打电话过来骂我 说我把媳妇也不管 改骂婆婆了 就让我离婚呢 说我不离这个婚 她让我了不得安生呢 我媳妇就想跟我离婚 我又不离 就这样一直闹 一直闹 好到什么程度呢 人家去我们单位闹了 人家就觉得我不离婚 是因为我媳妇看我有工作 想赖在我家 她俩去我单位闹 让我把工作丢了 没有经济收入 我媳妇自然就离开 我又要跟我离婚了 我们单位领导给劝了劝 就说你要为孩子未来考虑 你到单位闹大戒什么的 然后人家歇了一周 没骂过我 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不是在你单位去 不就你少拜 把工作丢了 你实话给老师说 那你去干嘛 我到单位去 我意思是秋秋地走着领导跟钱 说你看 我们的家庭先生成这个样子里 媳妇把我妈成这个样子里 就那个领导 我给他秋秋说一说 你回去给你妈妈斗个钱 儿子我去等你一句兜钱 哪都有这么难吗 你是希望调和的 为什么之前要一直骂呀不骂呀 这是他自己做的 他这么要 你把你妈的电话号给我骂你骂 他打过来骂我 我去也骂了 老婆给他打电话 说你看媳妇 我下来开孩子 你给你拿些东西 给你拿些钱开孩子呢 别媳妇说 你的钱我不用 孩子我也不饶你见 你别说了 这是从开始给媳妇 媳妇发他的本性 这是媳妇骂我的 这是 你妈妈回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不让他看娃娃 然后你妻子说 我不要你的钱 孩子你也不用看 我七天出院就搬出去 我跟你儿子离婚 你给你儿子 顺心的儿媳妇 就当你没我这个儿媳妇 有本事你叫你儿子离婚 他生孩子为什么 就会说这段话 因为就从5月12号 完事儿 记得跟人打电话 别下来 可是人就一直骂 一直骂 情绪其实一直都在 对 他就一直骂我 刚刚诞生的三口之家 本来可以过上 温馨甜蜜的小日子 可是这么一闹 小家庭的幸福 被打得支离破碎 听完小刘一家 惊心动魄的故事后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感触良多 调解员胡建云 首先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 来定义他们家 这一场纷繁复杂的矛盾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 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我们节目继续 在我看来 你们家这个事情 就是一起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 你看高速公路上 车都跑得很快 然后一不小心撞在一块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 这个女孩 希望自己的女儿 嫁得好 不要受委屈 你们家 希望自己的儿子 也幸福美满 这个方向都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都是高速前进 所以猝不及防 都没想到 怎么会 我们家就这样了 旁观来看的话 我觉得你们家 有一个特点 父母特别的爱孩子 你们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非常相信自己 既相信自己的爱 也相信自己的能耐 当她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们就会按自己的感觉 去审视 这个女孩怎么样 你们并没有考虑说 我儿子开心吗 一定要结婚是吧 可以 那又按我的机会 是吧 我帮你们掌握 绝对是出自于父母的 一片爱心 没话说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太顺利 所以接下来 只要有一点阻力 比如说这个小刘 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开始自作主张 那个小女孩也挤进来 一对小情侣 在你们面前 有不同的意见 还有不太好的态度的时候 你们是非常愤怒的 你们对儿子的爱 是那种 特别特别上紧 特别特别主动的 粘得非常紧 所以撕的就特别疼 谁家的孩子不是父母 新头包 他们家也是这样 我女儿跟你谈恋爱 跟你结婚 我也挑 我也提要求 我也期待她 我这么七大八大 一等在这里订婚 站在我们的世界看问题 你们是站在你们的世界看问题 各自开着一辆车 哗哗哗地往前跑 从他们的角度看 第一 对我的女儿不满意 第二 这个房子问题 磕磕磕磕 第三 我纠结了这么多亲戚 你们给我难看 他们也不高兴 然后他们给你们脸色 你们也不高兴 大家都说按自己的习惯来的 所以那边也没有心理准备 你们也没有心理准备 都是按自己强大的关心 咖操 撞到一块